上次那些石青夫婦要帶走石破天, 但是白萬劍不肯? 唉,這些打武佬說不定, 唯有比武決勝負啦! 其實他們三個, 無論武功、耐力都相差無幾, 就半斤八兩的, 那麼石青兩夫婦打白萬劍一個, 就當然是著數啦! 看白萬劍就不夠打了, 站在旁邊那群雪山派弟子就起哄啦! 嘩!這樣都行,兩個打一個啊? 我們又來了啊! 說完,他們聲聲聲聲拔出長劍, 圍著石青夫婦就打, 石青小少就說了, 嘿嘿,風火神龍風師兄在不在啊? 如果他在呢, 就跟白師兄聯劍, 其他人? 就米洗致啦! 他這樣說就一字那麼淺啦! 意思就是說, 雪山派眾弟子中, 除了風萬里, 其餘都是容人, 沒有人跟白萬劍聯手出劍的這樣! 白萬劍聽他提起風萬里, 當堂就無名火起三千仗啦! 哼! 風師過就是收了你這個反骨仔做徒弟, 才被我爸砍了隻手去的啊! 難怪你還有面提他啊! 那些高手比武啊, 一點都不亂得心神啊! 白萬劍本來就處於劣勢啊! 先和他發怒, 心浮氣躁, 一招名陀進竹, 洗出去用力過了一點, 招式老了, 石青一眼就看出破綻, 立刻舉劍封擋, 雲耐力上把劍身上, 就微微貼一貼他的劍, 白萬劍就連亡雲力滲開啦! 就在這樣電光火石一瞬間, 吻游長劍已經由空壁中穿過去, 直指白萬劍胸口? 沒有啦! 白萬劍雙眼瞎了, 想著這一劍勢必穿心而過! 哼! 誰知吻游長劍只是刺到離他胸口一串的地方, 一停停住, 然後立刻縮回頭, 兩夫妻一齊退後一點點, 聲聲! 兩把劍同時插進劍橋, 白萬劍一睜開眼, 嘩! 還加惡然! 他那十八個師弟, 先頭幾下手勢, 已經被吻游刺傷了, 一個一個躺在地上, 他們個個所受的劍傷都是很輕微, 主要是被吻游劍尖點中月道, 就不能動的, 白萬劍心想, 石青夫婦不殺我, 擺明居馬就要帶石中玉走啦! 唉! 自己個乖女被他的臭小子害死, 而自己生平絕技, 雪山劍法又滴不過他元素雙檢, 一生英明, 浮於流水呀! 十時間, 他萬念俱灰, 昂晒地站在樹, 都不知死好啊, 還是走好, 石破天見到白萬劍面色青啤啤, 估到他的心情當然很痛苦了, 於是他就想了, 哼, 雪山派這十八個師弟, 真是沒有鬼用了, 沒有人幫到白師傅鬥石莊主夫婦喔, 搞到大家都不開心, 啊! 雖然我不懂什麼劍法, 不過仙頭都看得熟了啦, 不如讓我湊一下熱鬧, 幫白師傅和石莊主鬥一下劍, 玩回充氣才行, 想到這樣, 他就爬起來, 像百萬劍仙頭那樣, 拿隻腳尖輕輕鬥一下地上一把劍, 他現在自自然然, 那些耐力就運得好好了, 耐力一倒, 那把劍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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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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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过躺在地上已经有两个多时辰,本来百万剑点人的月道,至少要六个时辰才过气,不过石破天内攻心口,虽然不会自己解开月道,只不需要一个时辰,他全身被封了月道,已经被内力冲开了, 只不过他自己猛成星,一点都不知道,这时候,百万剑就问他,你,你因什么事要跟我连剑? 哦,想试一下你在雪山派所学的剑法,石破天的心就想了,是,我的确是见过你们连剑才学到的,又不知道有没有错呢? 想到这样,他就抹下头话了,我学得不知道对不对,请白师傅和石庄主石夫人教我,说完,他就斜斜地递起长剑,站在百万剑旁边,他使出的,正是雪山剑法中的一招,霜陀西来, 石青敏油就定了形地望着石破天,他们自从送个儿子上凌霄城学功夫,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他面了, 这时候,异地重逢,中间又夹杂了很多爱石,喜悦烦恼,羞愧,真是八感交集, 石青夫妇见我儿子高了,大过了,面色虽然有些潮水,但是那双眼很有神, 石青身为艳妇,想在武林中的种种规矩,唉,这个不肖子, 驼须了袁素庄的名声,令到我两夫妇在江湖上无面见人, 这几年来,他夫妇暗中探访个儿子的宗迹,好了,现在见到面了,唉, 这个臭小子居然不来拜见,反而要来比武,那件雪山派话的轻浮狡猾就一点都没错, 石青就生得阔阔声,但是敏油持武心长,开心就多个中意, 他本来生了两个儿子,小儿子是被仇家害死,故此就灵施疑这个大儿子石中玉了, 他经常对丈夫为个儿子辩解,说雪山派因面支持未必可信, 当然个儿子在灵萧城被人欺负得厉害,搞得他怒那头反抗而已, 不是他这么小,怎么会做出贪淫犯上的事呢? 几年之中,一直没有石中玉的消息,敏油整天静静静躲在哭, 他担心儿子撞身西域大雪山,又担心他被猛兽吃了, 唉呀,现在突然间见到儿子,不由得心花怒放啊, 不过他知道这个儿子自小就很鬼滑的, 现在他既然说要跟百万剑联手比剑, 那一定是宁有意思的, 况且,自己也想看下儿子这几年的功夫有没有长进啊, 于是他就说了, 好了,好了, 我们四个就两对两, 切磋下武功, 反正点到为止, 不紧要的, 石青就拿眼尾看下敏油, 也跟着摆下头了, 敏油的脾气好好的, 什么东西都由石青说是, 自己无所谓, 不过他偶然说些什么呢, 石青也很信他意的哦, 现在他估到妻子的心意了, 一来, 是想快点看下儿子的武功, 二来, 是要百万剑输得口服心服, 但是百万剑又不跟他们这么想了哦, 他想, 哼, 石中玉以雪山派剑法, 跟他联手对敌, 那就是承认自己是雪山弟子啦, 好, 到时无论输赢都好, 我拿出雪山派掌门人派另扶出来, 你就要跟我上山, 石青夫妇再在那儿左头左勢的, 那就违反了武林规矩啦, 想到这样, 他就举起劍港啦, 好了, 是两对两也好, 是三对一也好, 白某人反而是元素双剑的手下败将, 再来舍命陪君子就是啦, 他已经跌了心水, 如果石青一家三口围攻自己的, 那到时就杀了石中玉先, 只要自己不舍命, 杀个反骨仔就不是很难的, 石破天见到他长剑按下按下, 打邪子着石青, 那他就说了, 好啦好啦, 那就由我抢弓先啦, 说完他, 嘶, 一剑就刺在石青道, 哇, 这剑就出得不快, 不过这力好行, 嘶嘶嘶声, 那些剑招是雪山剑法, 不过耐力强到, 连百万剑都做不到这么厉害, 只有他爹白自在出剑那时, 才有嘶嘶声的, 不过都要打到三四十招以后才有的, 不过, 而石破天一出手就有这些这么厉害的风声, 难道他把剑里装了些哨子之旅鬼马陆的东西, 百万剑只是这么想了一下, 马上就见到石青举剑挡石破天那一剑, 了, 音伤, 锡青那把剑, 即使就断开两冲, 好凤 Architect, 石青虽然 anger这个 jobs, 不过练武的人撞到一个武功给自己高强的, 也都会忍不住赞一句 石破天见到石青把剑断了 吓了害怕就立刻收手 面上边的神情 不是挺好意思 又很关怀 石青夫妇见到 心疼了 这个儿子还挺孝顺 这阵时 石青啪声扔下那把断剑 拿脚尖就踢起另外一把 接着就说 来来来 不用镜住 接招 一剑就刺在石破天左脚上 石破天始终都未曾练过剑术 虽然耐力很强劲 但是一撞着石青这种虚虚实实 忽左忽右的剑法 还哪里接得住 一照之间又是乱了笼 幸好他都还挺灵 手忙脚乱之中 就洗出一招 葱虫迎客 橫剑挡住 谁知石青长剑一片 就片了他右脚面 这阵石破天就不懂得挡了 那把剑就已经碰到他肉 那样的 哇 吓到闻油 心都离了 清哥 那到石破天望下自己的右脚那时候 哎呀 副脚上被剑开一分 幸好就没有剑损皮肉 于是他就说了 哎呀 哎呀 多谢石庄主手下留情 我的剑法学得不对啊 跟你差好远啊 那他这个人就是那句 讲那句啊 但是讲者无意 就听者有心 百万一一听就觉得很炎耳了 他心想 哼 你个反骨仔 说剑法跟我老爸差好远 那就摆明 特意贬低雪山派剑法而已 又说什么 自己剑法学得不对 那就是说我们雪山派 教点不教点给你了啊 哼哼 总之狗嘴掌不出象牙 别使之意这个反骨仔 帮我们讲句好话了 那那头石青也皱了眉头啊 他想 吻游整天说 我儿子在雪山派里 肯定是被人欺负了 现在看来 不会说没有根据啊 先头忠欲使出那两招剑法 自小骑来就不用讲了 还破赞百出天 拿这样的功夫 怎么跟人打啊 好像他在雪山派里 没有学到什么样子啊 开头第一剑 他耐力强劲 知那种内功 绝对跟雪山派没关系的 就算白志在自己 都未必有这么好功力 难道忠欲另外撞到奇人 到底是怎样的呢 不行 要想办法问个水落石才行 想到这事 他就对白万剑和石破天话了 来来来来 大家不用顾忌 比心急 再斗过 说完 他左手伸个剑子 右手挺剑就刺过百万剑道 他这两个高手 撕开嘴小笑 又点一下头 这样才递高把剑 哐声轻轻挡开 咦呀 敏油见到他这样的神情 就以为我儿子向妈妈打招呼而已 我心吃了蜜糖都没那么甜 回剑又至柔柔力刺到腰间那里 慢着 石破天就想了一下 这一招 最好是这样刺 当时 他就使出一招雪山剑法 隔开来剑 咦 敏油见到他剑法这么生疏 出招立罗守法骑 当堂就很心闹 雪山派的人 个个认屎认屁 说自己怎样合意 才教到我儿子这样的 唉 他一边想 就一边变招来 刺石破天的左拨了 他每出一招 都要等石破天 想到拆解的办法 才敢出实他 如果石破天一时未想到 他就慢慢等 唉呀 这样哪里叫做比剑啊 叫做比石破天学习就真 这样十几招之后 石破天淡定了 信心也增强了 拆解就快了很多了 敏油就暗暗欢喜了 每当石破天出剑出得好的时候 即刻就抹下头 表示好事 石破天也早就看出 人家是特意指点自己的功夫 故此 那招敏油不抹头 他就重新再来过 那那头石青和白万剑呢 他们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先头石青二二敌一 白万剑就输了给他 但是这一次一对一 形势又不同了 两个好似落山晚虎 就出海交龙 斗个旗鼓相当 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事 就无下顾及了 那事关谁稍微分心 即时不死就伤的 那敏油一边指点石破天的剑法 一边就大把时间去看丈夫和白万剑拼杀了 他听见丈夫的吐气声很顺 一点都不速 知道他耐力还很充沛 那就算不赢 也都实不会输 故此他就不挂心那边了 继续陪石破天来练剑了 眼见石破天 一剑又一剑 洗光雪山剑法出来 但是七十二路剑法 他就这样成半不记得 于是乎 他又顺着原来的剑路 引石破天再打一次 这次石破天 就比第一次打得快很多 又记得回很多了 那到第三次 敏油就心想 再试完这一次 我就插手去帮师哥 免得再和白万剑地测口水 带了石中玉走就算了 那这阵时 他见到石破天一剑刺过来 就顺手举剑拼杀了 见到眼前一刻 他不退后 还反而走上前来 想说和敏油罪咎不打了 顺便多谢他指点 他一走前搬步 自己的身就撞上敏油把剑道 各位 意外就是意外 不到你预计的 石中玉撞上剑道之后 会怎样呢 明天再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